小姐姐追蹤时间 哈喽大家好 我是活跃在追蹤前期的哈妹 我是小黑 上周的创造营真的是 气死人啊 创造营一共训练的场景 真的让我梦回上学 做小组作业的时候 一个小组 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猪耳虫 豆子会在那里 猫到其拱 干啥啥不行 搞事情第一名 没错 说的都是李嘉祥跟邵明明 这两位选手真的为观众 打来了不少团队生活的错误示范 今天我们都来带大家 赴牌一汉 那两位在一共训练期间 到底做了哪些错误示范 我们首先来看看李嘉祥 这位兄弟真的是 从初评级开始 都让我记住了 他那位凡尔赛文化的 优秀洪扬者 他在初评级 迎待了全场的表扬后 都非常谦虚的表示 其实我也是刚 其实我其实刚练习 还不到半年 还不到半年 哼 啥 哎呦 此话一出 选手和导师都表示十分的震惊 我当时也非常的疑惑 半年都可以达到这种水平 我在所有人都赞他 于他的才华时 一直在看见你 的邓超说出了他的疑惑 我看你这上面写的是 初中开始接受街舞 好家伙 这就是传说中的光速打脸 此时的他只能立马着鼓 对初中开始接受街舞 但是练习时长就是从 这半年才开始做 呃 那个这样的学员 哦 那个这样的学员 哦 原来玩的是这样的文字游戏色 我觉得我已经不用再说啥子了 因为现场选手的表情 就是我本人 那个这样的学员 哦 那个这样的学员 好家伙 他在团队生活的一开始 都在选手们心头留下了 深刻的烙印 就是巴尔赛 巴尔赛 巴尔赛 太巴尔赛了真的是 哦 而在他和尹浩宇拜托的时候 又再次让反而散文化 深入人心 开始时 说到去全力以赴了他 在采访的时候 却表示自己只用了 百分之六七十的功力 都和对手搞了个评票 第一轮 有点轻敌的说实话 只用了个百分之六七十这样的 你要是来拜托我的话 我就全力以赴 我就全力以赴 哇 那种变相贬低对方的话 说真的是绝了 对 要我是尹浩宇 我就把狠话放回去 把他太过骂 就是这个暗礼 有点轻敌我先过来 眼睹 他难过眼卡 撞吗 李家强一共选举 选择了加入战斗的队伍后 在团队里头哀 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临时提问 如果让你免费上战斗的舞蹈课 但是他非常严格理会 呜呼 掩饰出高徒 学到就是战斗 我一直努力想跟他成为好兄弟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直打击我 那选择2的朋友们 恭喜你 已经get到了李家强的查学精髓 因为他就是这么选的 其实战斗的严格在我们看来 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为了队员对舞蹈形成肌肉记忆 让他们不断的练习 为了看清楚队员的走位 站在高处看他们 为了舞台呈现效果 连站位的间隔长度 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然而对于战斗的那份严格 李家强表示 我今天受不了 我受不了 他需要睡觉 对于战斗指导他们 李家强觉得 可能是国外有人一些交流 或者是他们一些文化差异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说出一些 我们觉得会很难受的话 你们的练习不看好 他站的位置很高 然后我们要抬头看他 不不不不 什么 然后他也会说我们 这儿纳得不好 没有太多 控制你的身体 不会打击到我们一些刺青心吧 哎呀就离谱啊 别客不睡觉是为了哪个吗 还不是为了兄弟姐妹不流泪啊 就连同队队友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把他给怼了回去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求太多了 我们又需要他给我们专业的建议 又需要他注意他的言语 又需要他注意他的一些行为 你不觉得这有点太过于严苛了吗 推得好我真的在屏幕外面啪啪的鼓掌 本事不大要求还认个高 who are you what you man what are you going to sell it 虽然李嘉祥嘴巴都收到起 国内自信找打击了 blablabla 但是我觉得没有吧 在练习的时候 占多说大家的实力还不能拿冠军要多练习 他就表示 我相信可能两天或三天之后 我们会完成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结果到了公演的时候 别人再做上一个动作呀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做起了下一个动作 别人露一点点呢 他露一点 你不要过来啊 我做错了什么 要让我看这一梦 怪不得韩佩拳说那歌舞 真的免费我也不想看到这一幕 真的真的 那种普且自信的行为 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不要往往 因为容易被打 说完了李嘉祥 我们再来看一下real meme 小咪咪 这位真我选手在一公选取的时候 毫不犹豫的都选择了韩佩拳所在的密队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简单的歌迷 居然是他提前埋下的伏笔 他用一整段练习式的时间让我记住了 who is小明明 他或许是把没礼貌当作整性情了 在队友讲解表演要点的时候 他在关心别人的眉型 在队友把舞蹈动作的时候 他非常开嘲讽提出质疑 就算队友告诉他原因 他也不以为咱的怼回去 今天行随便随便我都能做 反正我也不差一个动作 这种怠惯感太强了 对啊 我觉得在我认真的时候 你要给我突然那种 诶你今天这个衣服挺好看 我都其实我想打他 哈哈哈 而且就是那种你很努力的 为团队在工作结果 他在旁边擦克打碰 就很烦这种 嘶 他可能觉得自己很幽默 就像当时他跑到奥斯卡和庆年的宿舍里头 看到二人请的高端配置时 他都直接口出狂言 你们什么时候被淘汰啊 你们什么时候被淘汰啊 小朋友 你是否约上了 我好 哦 他以为他的综艺效果拉满呢 但是我看的时候 真的都跟韩佩犬一样面无表情 甚至很想把他的嘴巴 舞到其上他不要逼逼 如果那种乱开玩笑 他可以打会儿 只是因为他看不懂气氛的话 那他接下来的操作 真的就是素养的问题了 排练的时候他错拍 队友跟着节奏走没有拉他 他要耍脾气 捞手 你节奏不对 我怎么不能拉了 队友为了舞台效果调整整体的动作 他也要不安宜 因为以前这第几天 第九天我每一天都是这么跳过来的 今天才跟我说要 今天才跟我说要 如果在他是小兴子的时候 有人劝架 他还要搞无差别攻击 没事明明你先改吧 没事没事没事 不要说话 嗯 我 我一定是给他雷过去 哇这种人真的就是 在身边最讨厌的那种人 一天到晚只晓得动嘴巴 真的遇到问题了都当甩手掌柜 就是他话说的越快 锅就挪不到他身上 但是现在还有捉腰的那个人 反正我觉得我们再这样聊下去 怕控制不住我们的麒麟病了 而且赵明明还根本不觉得 自己影响了对你的气氛 反而非常骄傲地认为 我是在做自己 做了这个事情一定会找来骂骂的 那那一刻是真正的就是我妈生下来的那个我 就是有脾气的 哦 你妈生你下来你有脾气 他别个的妈妈生别个下来 就是为了忍受你这个脾气吗 如果他对上了我 我绝对不惯到其他那个车友毛病 上去都要跟他对决 但是偏偏他对上的人 是早就活跃在流量前线的韩美娟 其实在最开始 邵明明选择了me这个队伍的时候 韩沛全就已经猜到了 之后事情的发展 因为韩沛全和一心只想搏出位的 邵明明还不大一样 他从最开始都是来节目追梦的 他想要的不是跟队员撕逼 而是在节目中成长 他不想跟邵明明产生任何关系 只要邵明明左邀 韩沛全同学就选择臂麦 他后面可能是给娃儿变坏了 在组内谈戏的时候 韩沛全终于找邵明明聊崩了 因为大家在教你跳舞嘛对不对 然后我比也想教你跳嘛 我说我今天要不愧你 上次我有点想吐吐太恶心了 不知道是听了什么话恶心 全别低头假发片会掉 全别流泪 邵明明会笑 但是邵明明根本不在乎这场尴尬 还觉得那是他的破冰写动 大家在公通到一半的时候 可能再往下说的话 可能会脸色不太好看 但其实往往我觉得我很想看到难看的那一面 因为不看到难看的那一面 永远都有一个包摩在那里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我其实有一点想鼓掌 这种人真的自信到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了 节目播出过后呢 邵明明直接变成了烫手山芋 明雪的部分粉丝不想要他 创造营的粉丝也想开一个退赛通道来给他投票 只有他狗人的粉丝在网上为他抱不疲 说他找二剪嘛 吴鱼子 他们有没有被二剪就留给节目主了 我们今天讨论呢 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些言行举止 毕竟那些行为不只影响狗人 也影响着整个团队 其实团队生活头外有摩擦本身是一件黑正常的事情 对啊 哪怕是再好的朋友长期生活在一起都会有矛盾 更别说他们那些本身都才认识没多久 未来还可能有竞争关系的队友了 哪怕是好不容易才组队成功的罪犬小组 河马打罪犬 河马 来吃一嘴 黄瓜黄瓜黄瓜 黄瓜谁打罪犬 李太郎 李太郎 救赎你一名 舞丹没舞丹没舞丹没舞丹 You come here you are king 哇 米卡 king 米卡 kin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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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卡 king 当时禁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像是他的救命恩人 但禁队之后为争夺少数的rap旋断 他和恩人们还是会battle 他们也是不断地battle 每一个人都还有自己的风格 battle不知道有多少轮 从第一天拜到第二天 然后拜到第三天 一言不合呀也会互相厮杀 谁为镜头镜头 哎呦哎呦又来了 我说的是不要为了镜头而镜头 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不要为镜头而镜头 但是大家的目的 都是为了能将舞台打造得更好 所以他们会为了舞台的整体性 自愿放弃自己最擅长的part 同样的让步也出现在女孩组 队长于庚仪会将很多出台的部分 分给国队的队员 从团队整体的九度考虑 最后一趴的高音要给他上 首先他有这样的能力 第二次吴宇恒 是我们队里面的颜值担当 第三 那个时候往往都是给他一个特写 让他去飙高音 这样的话呈现出来 我觉得会对我们作品加分 老师我的 dance bridge 让给小海跳吧 因为不然他没有什么表现的表现 因为就像他告诉 找他咨询团队问题的曾涵江那样 最后其实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嘛 但是其实核心是 只有当团队全部没人看到 才能看到个人 嗯 连没有那种世俗欲望的 丽露修老师 都在为别人的梦想 努力练习 我以为四个人都能明白 那个道理 结果让我看到了 像少妹妹跟李嘉祥的那种 没有实力 还爱嗶嗶的熬卵 这样我真的是 一枪露气无处发现 所以当时看到 退赛那个tag挂在热搜上的时候 我本来还心头一心 以为他们引来了众路 结果 哦吼 我更气了 这是我搞的什么传统操作吗 每年都非要退一个 是不是后面还要搞什么 硬伤退赛啊 什么塌房退赛啊 什么 哎 反正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原因退赛啊 真的要是再走一个 就直接让鹅兽 少妹妹李嘉祥 双人成团出道算了 不玩了 我就铁锅炖大鹅 真金烤烧鹅 吊锅烤老鹅 那我 有一点 呃 等下再饿 我们还剩最后一部流程 要找在节目的最后呢 请各位